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看到美国在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米尼亚波利斯的演讲中强调 美国正同时面临多重威胁 包括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中国间谍活动以及选举干预 他呼吁各界合作、加强网络安全以应对这些的 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正在为他的总统之路全力以赴 他的演讲将成为他竞选的关键时刻 旨在将国家的话语权从特朗普的黑暗言论中转移出来 并重建美国人民的信心 哈里斯强调同情心、法治以及关注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需求 力求在不确定的时代中成为变革与团结的代言人 最后,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副总统提名 他以教师和教练的背景为基础,强调与特朗普极端议程的对比,并呼吁选民 而执法机构正遭遇挑战 他指出,当前的威胁环境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复杂的 涉及国内外恐怖主义、中国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外国干预选举等问题 雷强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应对这些威胁的关系 特别是在网络安全和选举基础设施方面 他还提到,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的危险性加大 呼吁各方共同努力以应对这些挑战 CNN分析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重要性 强调他需要向选民展示自己作为潜在总统的能力 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 将是他向公众推荐自己的关键时刻 他希望通过传递乐观和自由的理念 摆脱特朗普时代的阴霾 尽管他在拜登政府中的表现受到质疑 但他努力塑造自己为变革的代言人 以应对特朗普的挑战 哈里斯需要填补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空白 同时赢得选民的信任 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胜利 《悉尼城风报》则聚焦于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表现 他在接受副总统提名时展现了亲和力和坚定立场 沃尔兹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并批评特朗普及其极端议程 他的演讲强调了团结和尊重的重要性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沃尔兹的出现不仅为哈里斯的竞选增添了力量 也体现了民主党的多样性和积极愿景 尽管他面临一些争议 民主党仍然相信沃尔兹与哈里斯的搭档 能够吸引广泛的选民支持 推动党派向前发展 CNN报道 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展示了他们的快乐战略 旨在传达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是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前总统特朗普主导的 十年苦涩的候选人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赞哈里斯为2024年竞选 带来了纯粹的快乐 而奥普拉·温福瑞则呼吁美国人选择快乐 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将特朗普的黑暗 与哈里斯和他的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所提供的政治品牌进行了对比 强调这种政治让人感到更好 沃尔兹在演讲中强调 民主党是自由的代表 提到个人的健康选择和孩子们在学校的安全 他还分享了自己与妻子在生育问题上的经历 感动了在场的观众 Yahoo! US报道 米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副总统提名 展示了他将中产阶级形象与相对进步的记录结合的能力 他在演讲中提到 民主党的政策与心脏地带的价值观更为一致 强调自由的正含义是为自己和所爱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他批评了共和党的极端议程 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直到选举日来临 沃尔兹的情感演讲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回应 他的家庭在场支持 特别是儿子古斯在父亲发言时流下感动的泪水 成为了这一夜的感人时刻 美联社报道 沃尔兹的儿子古斯在父亲接受副总统提名时 表现出极大的骄傲与感动 成为了这一重要时刻的焦点 古斯在父亲演讲中流泪欢呼 展现了家庭之间深厚的情感 沃尔兹在演讲中提到 与妻子共同经历的生育挑战 表达了对家人的爱与感激 古斯的表现不仅人性化了沃尔兹的形象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家庭氛围 沃尔兹的接受演讲 充满了希望与团结的呼声 为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承诺运动的领导者 在民主党大会外开始静坐示威 因为他们的发言请求被拒绝 该运动的联合创始人 阿巴斯·阿拉维赫在大会前夕表示 组织者拒绝了他们的发言机会 令他感到愤怒和心碎 他回忆起自己在黎巴嫩南部 经历以色列轰炸的童年 并强调美国政府的政策 对像他这样的人的影响 他和其他代表在大会外静坐 要求民主党重新考虑他们的请求 并提出了包括对以色列 实施武器禁运的其他要求 但都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 他们在大会内外的抗议活动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并得到了其他进步派人士的支持 Yahoo! US报道 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大会上 年轻的领导者们 试图借助奥巴马的成功经验 来扩大党的影响力 与会者们希望通过强调团结和共同利益 吸引更多选民 尤其是独立选民 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瓦尔兹作为搭档 正是为了增强与中间选民的联系 与会的年轻政治家们 在大会上发言 试图传达一种乐观的信息 同时又不忽视对特朗普 及其支持者的警惕 许多发言者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通过合作 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德意志广播公司报道 米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尔兹 在民主党大会上 正式接受副总统提名 他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瓦尔兹在演讲中 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强调了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针对中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的税收减免 和住房基础设施等政策提案 此外 知名人士如奥普拉·温弗瑞 和比尔·克林顿等 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呼吁选民支持哈里斯和瓦尔兹 强调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 大会的气氛充满了希望 和团结的呼声 尽管外部抗议活动 和政治分歧依然存在 Yahoo US 报道 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 在202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展现了他强大的魅力和领导力 他在与威斯康星州代表团的互动中 通过热情的演讲和生动的故事 迅速改变了现场的氛围 摩尔回忆起他最近对威斯康星州的访问 并提到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倒塌后 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弗斯 及其他州领导者的支持 他强调威斯康星州在选举人团中的重要性 并呼吁与会者为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努力工作 摩尔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并吸引了大量粉丝要求合影 在会议周期间 摩尔参加了多场早餐会议 分享他的军事经历和对经济平等的看法 并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发表了重要演讲 强调了美国的爱国精神和团结的重要性 摩尔的影响力不仅限于马里兰州 他的存在为全国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 并让人们期待他在未来可能扮演的更大角色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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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